闹鬼的房子 这间屋子啊 早些时候死过人 那是个凶宅 啊 那我不住了 拜拜 这间屋子啊 之前死过人 是个凶宅 没事 我才不信有这种事情呢 那祝你好运 虽然这么说 但是一个人住这种房子 还是挺恐怖的呀 所以我把它让给了裤子住 不知道裤子还活着吗 啊 救命啊 你先过来啊 来人救命啊 嗯 看来还活着 恐怖的油画 这幅油画是我的祖先留下的孩子 它很诡异 据说不管从哪个照片看着 你都会觉得话里的人在盯着自己 原来如此 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停着我了吧 录像带的诅咒 换说 看过这卷录像带的人 都会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 我不信 给我 嗯 这样就不会在当时 你的电话了 换说 看过这卷录像带的人 都会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那我们一起看吧 不错 也没什么诅咒的吧 你 这些欧里太太哪里买的 不 国外买的 你还敢去国外买东西 这才好了 我们三个全部都要被隔离了 你这个白痴 突然看过这个blog自闽友 你一出手 优优独播好